我叫我帶一隻狗走 我唯有把小狗放在我自己的孤島之後 我生氣了媽媽幾天 然後我媽媽就說 她知道我很不開心因為養那隻狗 有一天我還會回到家 就看到我媽媽和那隻狗玩 原來她知道我不開心 自己不喜歡養那隻狗 她都特意照她回來 就是因為我了 這個很感動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媽媽為了自己的孤島 都會去遷咒她 就知道自己可能接受不了一些東西 不喜歡一些東西的事 那Ringlock呢 有沒有什麼驚喜 你有沒有感動 我之前試過入完學校去Tap 去Tap之後 我家裡就變紅線發完 就發光了 所以說不出事 然後我媽媽就很不太照顧我 幫我拍攝 公平台 高中 我覺得你最符咒 最符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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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支持我 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經常都說 子女病的時候 最辛苦最辛苦 最悶是媽媽 那既然你們兩個 煮食都這麼厲害 那你倆有沒有想著 今晚煮一頓菜 和媽媽慶祝一下 報答一下她 但我昨天就已經和媽媽吃了一個 產生節飯 今天 我會參加一個廚棄去吃 接著就唯一是練了家務 洗一下我 很多客人 報答一下她 我媽媽一定很開心 那不如我都說個秘密給你們兩個聽 但你千萬不要和人家都說自己 我曾經懷疑過自己媽媽的外星人 因為她有時 她在超級市場買東西回來之後 她一袋大一袋小 她自己一個人拿回來 好像不覺吵 我試過拿那些東西 我自己都拿不來 然後我睡覺 她又還沒睡 整個做家務 醒了 又煮好早餐 給我等我 你們說哪有人不用睡的 如果她不是外星人 還以為是怎樣 你們的媽媽也是這樣 你媽媽也是這樣 其實我想每個媽媽都是這樣 我也是 她那天晚上都會活 之後呢 第二天晚上都會活 第二天晚上都會睡 兒子睡 糟糕 我們的媽媽是否一個外星人 不用怕 我看你們媽媽都是外星人 只不過 她是一個外星人的樣子 就是為了自己的兒子 可以變成這個男人所不得的外星人 就好像剛才短片裏面的媽媽一樣 沒錯 黑都可以 黑都不怕 好 除此之外 我們今天都很慶幸 可以請到 Underga的奶奶一起上來 和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給點掌聲 有請 好